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首先第一点要努力工作 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来增加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收益 第二个就是持续学习 只有我们不断的学习 提高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知识储备 以便能增加我们未来的赚钱的能力 任何有能力赚钱的人 都是因为他想的比较多 知道的比较多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思维体系 才能赚到钱 那第三个就是扩大你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短视频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专业 我们所擅长的分享出来 这种分享也能为你创造收益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种分享你在教别人的同时 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我们自己的成长 所谓教学相长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马上